我告訴你啊 你可不能做那種不負責任的人 爸 不是 叔叔 楚顏 我喜歡你 你出來 出來 真沒想到我還有這一天 我居然有自己的公寓了 簡直太不真實了 好像這個夢隨時都會醒 你就安心受著吧 這些都是你這幾年努力工作得來的 你這幾年不會 你就放棄抵抗接受現實吧 你這幾年之後 即使你失忆了 可是从天而降一个 像灵贝斯这么优秀的老公 你应该开心才对啊 给你你要不要 灵贝斯可不是我的菜 这个男人对我来说 现在只是个陌生人 这两年和他有感情有记忆的 都不是现在的我 而且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一个陌生人成为我的老公 没关系 医生不是说了吗 你慢慢会想起来的 对了 你快给我讲讲 我这两年 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 这个 就要借助强大的网络力量了 你一边看 我一边跟你讲 不是 任何人 所以 不过 她几天 是我让你送这顿 总监 你会有人来 这不够 我都送你 不好意思 我还不够 我都送你 我把人 28 去吧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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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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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先生 恭喜你 两年的领带都被我承包了 我们现在已经领证了 而且 你已经是我的人了 当然要把你紧紧的捆住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现在很幸福 谢谢你零一招 实在是太刺激了 我可从来没有事会有点紧张 来呀 快来呀 停 来 演得真好 我没想到我的演技竟然进步得这么快 看来这两年 我真的是在很努力地磨练演技 何止啊 你当年可是很拼的 当初让你客串一个小配角 是个女疯子 导演还没喊开始 你拿起狗粮就吃 管事现场的人真的因为你疯了 这还真像我能干出来的事 菲菲 我 我真的觉得很神奇 我一觉醒来 房子有了 梦想实现了 连戏都不愁拍 感觉我这人生 像开了挂一样 再加一个十全十美 特别宠爱你的老公 你们总说她有多爱我 多宠我 可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要不你跟我说说 我俩是怎么认识的 喂 什么 好的好的 我回去再给您发一遍 好好好 林玲 刚才这边公司给我打电话 我得赶快回去给他们发剧本 就先走了 行 对了 你跟零贝斯一起参加了一个真人秀 你自己上网查一下 说不定会想起些什么 好 我知道了 有什么想不起来了 就给我打电话 明明表现挺好的呀 为什么没宣伤啊 这个是我和林先生 这是我说谎时候才有的动作啊 怎么会呢 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啊 周宝 我说笑得也太假了吧 我什么时候能笑得这么甜 明明是很客气的好吗 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 我到底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 我到底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 算了算了 不想了 不想了 演的真的还挺好的 不想了解婚呢 夫人 你是 先生让我过来照顾您 先生 喂 喂 嬷嬷 黄嫂到你那儿了吗 你怎么让别人来我家了呀 你现在有很多的事情都不记得 生活上有很多的不方便 我让黄嫂过来照顾您啊 不用 黄嫂和我 你选一个 说不定 黄嫂也是一个突破口 那我还是选黄嫂吧 对吗 对吗 前进 那个 这边是主卧 这是客房 然后这里是厨房 那黄嫂就麻烦您了 不麻烦 这是我应该做的 夫人 您客气了 黄嫂 你来我这儿 林益州她不会不方便吗 不会的 先生那儿 随时有人打理的 那我们是一直住在一起啊 是的 以前是住夫人这儿 后来呀 就搬去先生的别墅了 那两个人住在别墅里 是不是很冷清啊 不会的 以前夫人养了一只小狗 叫皮蛋 本来先生啊 是不喜欢养宠物的 但因为夫人啊 先生就接受了她 自从和夫人在一起以后啊 先生每天都笑呵呵的 夫人和先生很深爱的 行 皇嫂我知道了 那我先去忙了啊 你去忙吧 恩爱 恩爱 他不是说我们结婚了吗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我还说过分手 我还说过分手 看来我确实跟她交往过 但我为什么分手了呢 林依舟好像卷入了什么麻烦 那结婚证也是怎么回事啊 睦睦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我们真的已经结婚了 你看这是我们的结婚证 你有印象吗 结婚证不会是假的吧 难道说 林依舟 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怎么发生了 一呈糊 女朋友 你想丢了 你说的我都记住了 我不是想满人的 对 algunsụн 不该说的 我都没有说 女儿啊 既然怀了孕 就应该好好休息 难道黄嫂 是领域州派来监视我的 小说里也有这样的剧情 妻子失忆后 自称是她丈夫 来控制她的人生 难不成 我掌握了领域州的重要把柄 所以她让我失忆 然后伪造结婚 来控制我 你 领域州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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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淡了 不行不行 我现在得赶紧出去工作 预员 对 开非说我现在的经纪人是预员 喂 预员 姐 我想问你 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工作啊 姐 你放心 公司已经安排你好好休息一阵了 不用考虑工作的问题 可是我现在挺想去工作的 我在家里嫌疑发慌啊 姐 工作安排好了 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你先好好休养身体啊 不要着急 那行吧 辛苦你了 工作也不行 那我先查查 结婚到底是怎么回事 夏小姐 林总正在开会 那我在这儿等他就行 那您想喝点什么 不用不用 谢谢你了 你去忙你的吧 有事招呼 好 谢谢 结婚证在哪儿呢 结婚证在哪儿呢 在哪里 木木 来了呀 等很久了吧 没有 就刚刚到 你一会儿还要开会吗 本来是有的 不过既然你来了 肯定陪你了 不用不用 我就是过来随便开会 看看 你不用管我的 你忙你的 你坐你坐 我就是随便看看 不用管我 坐呀 木木 你确定不要在 零食总部 还有旁边的工业员 去转一下吗 我可以亲自陪你啊 不用不用 我只是单纯地 过来看看你 真的 你就忙你的 工作就行 不用管我啊 不用管我 忙你的 一会儿 看来把他弄出去 自己找是不行了 干脆来硬的吧 你也就结婚证呢 来吧 沐沐 沐沐 你怎么了 哦 哎 林一舟 我想问你个事 结婚证是不是有两份 对啊 那能借我看看吗 当然可以了 但是你为什么 突然想看结婚证呢 像这种比较重要的证件 我都会单独存放在一个地方 我就是随便问问 我怕你万一要弄丢了怎么办 怎么可能 又怎么才能拿到结婚证呢 那行吧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这么快就走啊 那我让司机送你回家 回家 家里总该有吧 对 回家 是这样林一舟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 脑子里总会闪现一些片段 所以我觉得你之前说的对 我们应该多在一起 这样我的记忆 就会恢复得快一些 所以我还是搬到别墅 跟你一起住 好吗 当然了 你想住哪儿都没有问题的 嗯 你叫车 我下楼 夫人 我从这儿都没有离开 是不是 你跟大家问一下 对 我可以了 他是在专家 那叫她 我回家 我曾经过 我把我回家 所以我 我把你都没在一起 我会对 我没在一起 从来 你回来了 我对这里还不太熟悉 所以我随便看看 这是我们的卧室 我们的卧室 我的房间不是在楼下那层吗 睦睦你是林太太 我们当然会住在一块 你可以到处看看 看看能不能让你想起什么 对 我得好好看看 也许我真的能想起什么了 睦睦 看 这是皮蛋 她现在跟奶奶玩得很好 你有印象吗 这个是我什么时候找的 这是我们一起去录真人秀 跟皮蛋一起找的全家福 有印象吗 这些领带都是你送给我的 哇 林一舟 你怎么有这么多领带 睦睦 这些领带都是你送给我的 哦 难怪我刚才 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 就是我在挑领带 哦 对 这个信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那你知道领带的用途吗 领带不就是用来装饰的吗 这就是你告诉我 领带的用途 我变得无力 不相信爱心 我要去洗手间 刚才的心动是怎么回事啊 刚才的心动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是真的记忆 不对不对 一定是我自己脑补过度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 找到结婚证 验鸣真假 对 就是这样 周末您有时间吗 这样会不会太磕疼了 我们周末去看电影吧 这好像有点太直接了吧 我有朋友送了两张电影票 你这周末忙不忙 要不要一起去啊 好啊 周末我来接你 早点休息 你也是 我来在看电影 好 都十点了 时间刚好 密码是多少呢 不对 月八号 你竟然跟我生日同一天 还是不对 夏和月 会不会跟我有关 这个人也不跳 不跳 陈芳 今天状态怎么样 夫人今天食欲不错 不过夫人好像很喜欢拼图 一直在书房很投入的份拼图 是吗 嗯 好 那有什么其他情况立刻通知我 好的 喜欢玩拼图 沐沐 干什么呢 弄这么乱 我没弄什么 没弄什么 黄嫂 来帮我收拾一下桌子吧 好嘞 不用不用 让黄嫂来就行了 萌萌 这是被我否得夏季乐园收购合同 你拼她干什么呀 你要是喜欢玩拼图的话 我给你买不就是了 怎么了 睦睦 没什么 肯定是在保险柜里 不过密码还是什么呢 怎么样 想起来什么了吗 我感觉好多了 又记起了一些和您有关的记忆 只是有些疑问我要问问你 当然可以啊 你想问什么都可以 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黑色 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绿色 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 游泳 睡前的习惯是 洗手 那对你来说 最有意义的日子是 我们结婚的那天 八月一号 怎么可能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那个 飞飞她好像找我有事 我得先走了 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 等你回家了 我们再继续 好啊 那我先走了 拜拜 夫人慢走 好 老板 你明明知道夫人的意图 为什么还任由她猜测呢 这是夫妻之间的小情趣 你这种没有老婆的人 是不会懂的 你这种不错 林一周做戏可真到位 连密码都要秀恩爱 好 订婚期 你约 林一周 你解释下到底怎么回事 我果然猜得没错 我们就是在演戏 你还拿结婚证来骗我 睦睦 你去验证过了 定我婚是假的 结婚怎么可能是真的 虽然我不知道当初 为什么跟你结婚 但现在我要求离婚 要求驳回 林一周你太霸道了吧 好 你不离婚是吧 那行 我们从今天开始各过各的 谁也别耽误谁 这也不可能 你管天管地 还管得着我呼吸的空气啊 反正我们的关系 就是从协议开始的 假的东西 你那么较真干什么 睦睦 当时结婚是你拉着我 去民政局的 我失忆了 当然你想说什么 就是什么了 那就按你认为地说 你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 是受协议规定的 但这份协议 还有十个月才到期 所以在那之前 我们都要在公众面前 维护这一段情侣的形象 必须履行协议 那我就解除协议 但你需要支付我违约金 没问题啊 这些钱我还是有的 你再仔细看一下吧 嗯 我 我先去下洗手间 老板 你为什么要答应夫人 解除协议的事呢 这万一她真的做到钱了 协议会到期的 但我跟她之间的 夫妻关系不会 我会一直等她 她赖都赖不掉 这也是夫妻之间的 情趣吗 把我卖了也没有这么多钱啊 要一步步来 先解除协议 再想办法离婚 飞飞 应该有钱吗 我急用 没问题啊 我有啊 真的 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 嗯 我知道 你要不是急事 才不会跟我借呢 你说吧 多少 三千 三千而已啊 万 你 这么多啊 你 你是被绑架了 还是拍戏照感觉啊 嗯 那行吧 没事没事 那先这样 拜拜 怎么办啊 喂 芸芸 我最近 有没有什么工作啊 夏琳姐 你别着急 你先养好身子 工作的事儿正在谈着呢 可我现在急用钱 我不能再拖了 姐 以你现在的身体状态 工作就是对自己不负责 即便有工作 对方也不会马上付款 如果急需用钱 我可以借你的 算了吧 那就 先这样 好 拜拜 拜拜 考虑得怎么样了 啊 考虑什么呀 没有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的 哦 对了 下午茶时间要到了 我还约了人 那我们回头见 再见 各位 我接近了 我们能带野人去个趟 你 啊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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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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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